台湾知名金控业者从2007年开始长期举办棒球营 去年起更进一步找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合作 举办MLB Cup圆梦棒球营 经过全台各地选拔 一共16支队伍都是9到10岁的小朋友组成 7月3号到7月7号上场比赛 而在开赛之前 MLB亚太区棒球发展部总监也清零现场指导 床边练习因为重要比赛在即 小球员把握机会练手感 学到在场上的一些技巧 然后冠军 是这样想进职棒 知名金控业者从2007年开始重启举办棒球营 去年起更进一步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合作 举办MLB Cup圆梦棒球营 是因为去年我们举办了这样的活动 觉得非常成功而且得到很多的回响 所以今年就扩大举办 那这个我们今年会有27场的赛事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MLB级的这个专业的训练跟指导 让小朋友能够体验一下这个MLB的这样子的技术 然后培养他们的国际的事业 经过全台各地选拔一共是6支队伍都是周岁到10岁的小朋友组成 2号在台北市青年公园棒球场进行预赛分组抽签 比赛会在7月3号到7月7号正式开打 在比赛之前 MLB亚太区棒球发展部总监也清零现场指导 我们希望一天有些这些球员会跟着台湾传统 从大联统球场进行预赛 透过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赛事及周边活动 让小球员们在这个夏天能够一元前进大联盟的梦想 记得这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